鹿骨香、永隆、凤凰社区发展协会 23日在凤凰停车场办理107年度 南图县冻顶茶区优质传统乌龙茶展授即颁奖典礼 此次由林傅元夺得庆兴乌龙主冻顶茶王奖 由副县长陈振生代表颁奖表扬 鹿骨香、永隆、凤凰社区一年一度的冻顶茶区 优质传统乌龙茶展授会及颁奖典礼 在凤凰停车场热闹转开 会中副县长陈振生颁奖表扬茶王奖得主 随后贵宾们陆续颁发头等一奖、二奖、三奖、四奖以及五奖 陈副县长表示 参赛茶农品质相当可靠 民众可以安心购买 另外县府为了协助茶农销售 办理多次闲销活动 更帮助农友将茶销售到大陆扩大消费市场 我们了解这两个社区 伯伴的这一项茶网的竞赛 已经办了三十几届了 那这个三十几届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中了解 他们在品质 甚至于在生产济世 还有农药残留的检验方面 做了非常卖力 尤其要提供给消费大众播的茶 应该可以算是非常口靠的一个茶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特别感受我们农民 尤其茶农 配合政府正受在QR Code的产力标章 以及农药残留检验方面 也这些人来努力的会非常多 所以提供的茶叶应该算是可以让消费大众放心的茶 那我们希望未来大家更加的卖力 配合政府的政策 好好把我们茶叶做得比较到位 应该前途还是无可先量 凤凰市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张火生表示 今年受到雨季及气候影响 茶叶顺畅较缓慢 且产量稍减 但评审仍秉持着传统冻顶茶评判标准 让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品质优良的茶 我们就是要建设我们当地传统的平身方式 所以都比较发达 和火锅有点适当 所以说我们建设我们五公的作法 所以说淘汰率有点高 但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要 较补我们社会者的观点 让大家喝到很好的地 今年因为我们八九月的河水 比较多 最近来较大数 所以说今年当地比较 收量有点缺乏 但是品质的东西 比医用的水平都比较好 医院吴瑞芳表示 这次参加茶赛相当踊跃 评审严格把关 提供消费者品质优良的冻顶茶 欢迎民众踊跃选购 英联红红社区的地点 当地 今天在这里 我们的红红的听者图 在这里电视 今年我们的地狼 纯永永来报名 有727万 淘汰率差不多40% 严格的把关 把最好的品质 优良的地 奉献我们这些消费者 爱喝茶的消费者 可以说 今年的气候也很顺 品质也非常好 比今年要更好 希望说来六个七号 我们这些爱喝茶的茶友 可以来英联红红社区来告别 今年茶赛共有727件参赛 选出头等奖16位 二等奖43位 三等奖56位 五美奖130位 六等奖155位 未入围的有321位 淘汰率为44.1% 所以今年得奖的冬茶 品质一流 值得大家踊跃购买 谢谢大家